近日本台记者来到了位于缅甸西部若开邦的马德岛 也就是中缅原油管道的起点 在这座岛上将建起一座30万吨级的重力吨式原油码头 每年的接线能力将达到23200万吨 从海上运来的石油将从这里上岸 然后沿着700多公里的石油管线进入中国云南 从缅甸西部若开邦的脚漂港乘船出发大概40分钟 就可以到达马德岛 这个12平方公里的小岛是个优良的天然壁浪港 周围自然水深约24米 可以停泊30万吨级远洋客户轮船 将成为缅甸最大的远洋深水港 马德岛上正在兴建30万吨级的重力吨式原油码头 还将建成15万平米以上的原油灌区 和拥有4台起油泵和4台输油主泵的原油输送首站等一批配套工程 原油在这里装卸完毕以后 将通过海底管道登陆 然后沿着700多公里长的管线输往中国国内 由于缅甸雨季比较长 因此对于参与建设的工程单位来说时间紧迫 目前整个岛上的600多名中方员工 和400多名缅甸员工 正在抓紧雨季到来前的时间进行施工 我身后的这些巨大水泥柱体就是用来建造原油码头的沉箱 这些沉箱高30.5米 直径18米 重达3900多吨 沉箱将在大约两个月后建造完成 并将沉入海中用以固定原油码头 央视记者缅甸马泽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招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